教化众生要跟众生有缘 所以佛门要常说 佛不读无缘者 什么叫无缘呢 他不愿意接受 他不想学 你怎么热心教他也没用处 或者说他这一生 他所想的 他所求的 不在这一方面 像现在的人 他心目当中是什么 头一个是财富 第二个是享受 他就搞这个去了 就吃喝玩乐去了 他没有想到 来生后世 他没想到 纵然有人给他提到了 他也默不关心 罪 他重视现实 他认为来生后世 那是人的妄想 那个不是真 现实是真的 佛没法子 都知道 佛度众生 这个众生 必须要具备 三个条件 弥陀经上都讲的有 第一个是善根 第二个是福德 第三个音乐 可是 真有善根 佛德 应远 佛会加持 我们念的这一段 是加持 佛会加持 所以 佛师门中 不是一人 那就是无等方便 行事处 佛菩萨的大慈大悲 一个都不会舍弃 只要你有善根 有佛德 善根是什么呢 我们从最前显地方来说 大家好 能信 能解 这下个 我相信 佛所说的 我相信 不怀疑 佛所说的 我能听得懂 这下个 佛德是什么 佛德是你真干 听懂了之后 真干 把佛陀的教会 变成自己的思想 行为 这人有福 那么佛一定帮助他 帮助他到最后一个阶段 正苦 诸位要知道 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纵然是 凡圣同志徒 下下平往生 都是正国 正什么国 正无上菩提之国 这话不是假的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是凡圣同志徒 下下平往生 为什么说 国报这么殊胜 他到极乐世界 一生 决定正得 无上菩提 他不需要第二生 他一生就能成就 寿命场 佛无量手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个个都是无量手 天天 跟善友在一起 你说这个语言多殊胜 跟哪些人呢 赦方祝福 你们在建成看到 我们想建一尊佛 都见不到 极乐世界的人 圣方一切诸佛如来 他想建哪个 就都见到 他不是一个一个的建的 他同时一切都见到 什么原因 他有本思分身 啊 佛无量无边 他能够分身 无量无边 每一个佛的面前 都有他的身 有这种神通啊 有这种 这个在六通里面讲 神足通 神是神病 足就是圆满 他没有欠缺的 你就想他的成就都快了 那么在极乐世界 除了清净阿弥陀佛之外 啊 诸大菩萨 我们很熟悉 观音实质 文书菩协 啊 米勒地藏 这都我们很熟悉的菩萨 都在极乐世界 你到极乐世界都见到了 他虽然有仕途三倍九品 但是他是平等的法界 跟我们这不一样 我们这不平等 啊 六凡法界里面 我们就见不到圣人 啊 菩萨罗汉 我们见不到 啊 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不一样 啊 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说法 大家都在一起 多见到 啊 古神仙仙仙所谓 敬诸之赤 敬末之黑 天天 清净诸佛如来 天天都跟这一些 等救菩萨在一起 你就能想象到 你那个进步是多么快速 如果对这个世间 众生没有特殊的缘分 人家 这个条件具足了 受命不要了 他就走了 啊 等到极乐世界 他成就之后啊 他就再来 哎 这边原成熟了 就道家辞行啊 他来教化众生 众生有感 他就有意 啊 这是 为什么人家功夫成就的 就是 啊 有不走的 啊 那个不走的人呢 我们看不到 看不出来 走的人我们立刻就知道了 啊 不走的人呢 依旧在这个世界 跟这个世间大众 活光通臣 他为什么不走 有一个原因 还有一些人呢 相信他 听他的话 啊 他的教学 人家能理解 换句话说 他可以带一批人 到极乐世界 他不照记错 什么时候走呢 他远远近就走了 啊 跟他有缘的人 他通通度尽 太多了 他为了 他为了 我 听 个人 不是 你说 要 在这颗